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姑娘 你要承认啊 你脾气太倔了 像男孩子一样的 你听得懂吗 你发小 年轻的时候 你跟人家吵起架来会打人 明白了吧 现在没有什么大问题 主要是肠胃那块地方出毛病了 就是我心脏不好 我想问以后我可不可以要个小孩子 你要小孩子 我告诉你 你不是说要不到小孩子 你曾经有过孩子 掉了 是的 明白了吧 你要孩子还是可以的 我希望你要念经 现在念了没有 我天天在念了 好 坚持了多少时间了 坚持一点多了 我的心脏才跳30多架 就是要小孩子 没问题的 你能不能把你的心脏看看好这小孩子 大夫说的就是天生的吧 我也不知道 我告诉你 如果你要生孩子应该没有问题的 好的 我再问一下我的父亲 他去世了 属狗的46年生的 叫张振林 实际上我们中国人都很孝顺 很多人都喜欢问自己的爸爸妈妈在哪里 实际上呢 因为爸爸妈妈在哪里 因为会托梦的 因为台港看到了他在哪个地方 他如果会托梦给你 让你知道 因为我爸爸是死在监狱里面了 所以说我每次做梦都碰见他在地狱里面 我想看一下现在他在哪里 好 叫什么名字啊 张振林 工长振 振兴的振 振林的林 张振林 振东的振啊 振奋精人的振 林呢 振林的林 属狗的 46年生的 你给他念了很多小话是吧 我给我爸念了不多 不多是吧 我告诉你 他投人了 投人了 嗯 你做不到他的梦 永远做不到他的梦 明白吗 好 我再问一个50年属虎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难事 好啦 不能再问了 不能再问了 不能问了 不能问了 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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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